直播把8月15日迅周三晚间进行的中超第18轮比赛中, 富利客场1比3不敌上岗遭遇三连败,赛后,富利主帅斯托伊科维奇,认为,必须接受上岗实力更强的现实,他也承认球队后防线上还存在着问题,谈到本场失利,斯托伊科维奇总结衬,我们必须接受现实,上岗配得上胜利,无论个人能力还是整体实力,对方都强于我们,去年我们在客场击败了他们一次, 但很难要求队员们每次都创造奇迹,最近三场比赛,富利丢了10球,对此斯托伊科维奇表示,防守确实存在问题,但其实比我们强的球队,面对胡尔克,奥斯卡也很难防守,他们的能力凌驾于中超之上,他们应该去踢英超,踢中超对于他们很轻松, 这场比赛上半场最后时刻的丢球,让球队非常难受,下半场我们改变了阵型,也创造了机会,可惜没能把握住,如果追回一球的话,还有不输球的可能性,但对方3-0之后,整个比赛就宣告结束了, 对于张晨龙受伤后谁来顶替左后卫的位置,斯托伊科维奇说道,他的伤情还需要回去评估一下,看他缺席几场,球队人手确实有些少,但现在他论谁踢左后卫还早了一点,我们回去再做考虑,当被问到如何调整现在低落的士气, 斯托伊科维奇表示,最佳解药就是赢下一场与亚太的比赛,我会告诉我的球员,不要灰心沮丧,只要赢下一场比赛,我们就会回到正轨,当然,三连败后我们确实面临不小的困难,但输给恒大上岗这样的对手,并不意味着天塌下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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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